山东疾控官员宋立志自杀 十多天后不致官方继续封锁消息 山东疾控中心免疫所所长宋立志传他自杀抢救无效 已有于本月8日晚不致死亡 山东疾控资料图拍摄时间不详 因事问题疫苗而自杀的山东疾控中心官员宋立志 在医院抢救十多天后周五十日传出死讯 但官方对有关消息守口如瓶资讯遭全面封杀 黄小山成文报道 据多名媒体人周五披露 上月底注射大剂量胰岛素自杀的山东疾控免疫所所长宋立志 日前已因伤重死亡 但就其死亡的准确时间则说法不一 有人说是周三八日晚 也有人说是于周四九日下午去世此前 他在山东省立医院中正式抢救 了十一日期间院方有消息称 宋立志因注射大剂量胰岛素 导致脑部严重受损即便侥幸不死 也极有可能成植物人但迄今为止 宋立志死亡的消息 没能得到山东卫生和公安系统的证实 相反山东省立医院重症监护士人士 在回应本台记者采访时 直接否认曾有过这个患者济南市 并以管则拒绝确认有否接收宋立志的遗体 指著记者询问 宋立志的亲属山东省疾控中心人士 在回应本台记者采访时辰 他只知道宋立志以前在省立医院 抢救别的事情都不清楚疾控中心不知道这事 不好意思 我真不知道这件事 他之前应该是在省立医院那现在不知道 但据媒体人的消息称和此前一样 山东方面严谨传播此事 此外在微信公号发布的死讯已被删除 多个记者转发的文章也遭遮罩山东媒体 任陈小姐说 疫苗事件至今依然非常敏感 他们现在也无法报道该事件 省内极少数媒体曾经常试披露相关资讯 也已被禁止 陈小姐说不太让关注 妈这个事现在都挺敏感的 反正媒体可能是有管控嘛 省内只有一家媒体当时去他疫苗 那个产地就是去了长春 还有一个那就是在疾控中心那里 其实也没有敲开门 也没有跟那边有实质的接触上 随后就出了他这个自杀的消息 中国红十字会原专案高管理员 趁他看到了相关消息 称疾控内部人士证实宋立志死亡 但民间此前曾传言宋立志必死 并且系直接的戴罪羔羊 这显示民间会根据官方的逻辑 对类似的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不会相信任何官方的解释 李源说已经死了抢救没过来 山东疾控中心内部人士说已经完蛋了 那真有可能没救过来 但我感觉没救过来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反正疫苗集中采购 这样的体制上级采购再往下分配 他要是活住其他人都不安全 就像发那个文件说要清查那个粮库 各地的粮库相继炷火一样 等于说已经完全可以预言中共体制内发生的这些怪事了 因为老百姓现在已经学会了按中共的逻辑来判断这件事 宋立志系山东疾控中心免疫所所长 任该值超过五年也是长生生物摆摆破问题 疫苗的五位评标人之一 也是他给长生生物打出最高分 此外他也曾在评标中给另一个摆摆破问题 疫苗厂家武汉生物打出100分的满分 今年7月16日长生生物 在爆出狂犬病疫苗作假次后 中国高层批示严查疫苗责任人7月29日送立志 被止注射数百个单位的胰岛素后送 医院抢救在长达11天的抢救中山东方面 则封锁了所有消息并严禁媒体报道